我开始在五环到六环之间 然后五环四环之间找店看看 然后四环到三环之间再找店看看 同样是一个品牌的4S店 但是不同的4S店的价格给的幅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销售没关系 销售它给你到的那个区间就在那 另外有的4S店我也不说名字了 就算它库存的现车 你要提到车从交钱到你拿到车要20天 这个钱不好了 但是大部分4S店都是当场交钱当场给车 我这辆车就是我一晚看的车 然后第二天人家给洗洗 然后我来交钱 然后就开车走了上了另一盘 谈价格一定要你确定好了品牌型号 以及这个4S店 然后深深的往里砍 砍的觉得你不满意 再换一家砍 砍两三家差不多就明白 如果价格都差不多 我也跟第一家那4S店小伙说了 我说明天我去看 看的同样如果都是三十万五千 差不多三十万六千我就上你这来 因为大家谈得不错 但是差了最后三十万八千 差了七千块钱 一天差了七千块钱 一天挣不了七千 总算挺满意 唯独有一个 我知道人世间不可能有特别满意的地方 那这辆车基本上都是满意的 唯独就是那个颜色 如果换成白色的黑顶 加两千块钱 也是完美的 有点小遗憾 小遗憾就小遗憾嘛 一个车 一个消耗度 至于说我为什么不买新能源呢 不买这个那个呢 不说了 以前视频讲过 这也是做一个记录 趁着我今天看 还那个记忆清楚 我刚才看了 等待生产 一期大众现在是这样 我很久没买车了 也没了解过 是先从 他的微信小程序里边下单 交两千块钱 写上我的名字 电话 然后到哪个4S店提车 然后呢 他那个4S店要经过核实 核实了之后呢 然后从厂家那确定 然后我这小程序就能看见 现在是4S店经销商 确认了 然后是到厂家那块确认 厂家块确认了之后 再生产 生产之后再运 从长春到北京 估计也很快 正常应该是一个礼拜 就算打两个礼拜 头月底应该能用上新车了 其实我这一辆车还挺好的 这辆车是雪铁龙的世家 2011款自动时尚 1.64AT 前麦福逊后扭力梁 不是多连杆 他们好多人说这个扭力梁 其实扭力梁 悬挂就是便宜嘛 实用 至于说有人不好 我也不知道 去4S店人家 那个给我评估车 因为今天我就是 第一次打电话 第一次进店 第一次跟这小伙聊 第一次就把这个车卖了 很快 因为前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 小伙估计也挺没什么 上来来一个人 直接拿下了 因为我就是奔着要订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车不多了 50台 砍掉另外一个配色的 就是那个内饰配色的 还有20多台 我不想夜长梦多 既然差不多了 价格多少是多 你认为多就行了 另外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等6月份了 第一 我不是那么急的用车 但是呢 通过这三个月看 我看中的车 适合我的车并不多 瑞剑L 比如说现在价格 网上传的那个价格 它并没有真正公布 我看中的是燃油版 那个低配 不是最低配 那个豪华版 那个瑞剑L的豪华版 燃油版 它的价格应该是23万吧 22万9 23万 就打23万 然后我有一个置换的补贴 估计是一万块钱 那就是22万 因为新车没优惠 加上保险 估计7000 还是6、7000 然后再加上购置税 这俩算了3万 那就25万多点 25、6万 但是那25、6万 有几个缺陷 第一 它没有360 第二 它是那种大连屏 挺好的 没四驱 这个380是四驱的 当然它也有四驱 就是贵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买瑞剑 因为它便宜 稍微差一点 我能接受 4月份能倒车 据说那个力量挺大 还有这6座 我不是很满意 它那6座后两排放倒之后 它是有个斜坡 你们自己去看一看 因为6座7座 对我来说没意义 我用也是把它放倒了 用有斜坡不舒服 这个大众还是在这方面 深捏消费者心理 那个揽巡的大后备箱 一看就喜欢 回头你们看看 一看就喜欢 但是呢 那车很高很大 我身高1米86 体重190斤 就是说开那车 上下车什么的 很舒服 然后有很多人说 那辆车就是这个 这个位置 它有一些包裹 这块比较高 可能是身体矮的缘故 我上那车 虽然有点高 但是对我来说 没影响 还有的人觉得 得装一个电动踏 电动脚踏 我这个个儿 一迈腿就进来了 所以说也形成不了 什么问题 然后后排座 他们说这个短 从视频中看到的 确实短 不知道问题在哪了 因为那个短 是跟车比的 那车太大了 实际上你坐后排 没有那么短 我让我家人坐 家人都觉得可以 没问题 并不是说是特别短 挺好的 而且可以调角度 调角度 好像是手动调的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座椅加热 有通风 没加热 说到哪 说到那个验车了 是吧 不是 那个评估车 那评估二手车 说这辆雪铁龙 那评车的师傅 一看这就是一个老师傅 一看就是那种 受人尊敬的样 该怎么说怎么说 他说我这辆车 哎呀还挺好 现在开了十万零一千多 不到两千公里 还挺好 他说他前一阵呢 也收了一辆雪铁龙的 世家 开了十五万公里 但是那车很差了 至于说怎么差 他没说 他说看你这车还挺好 其实我这车 有一个多月 没洗过车了 很脏 里边呢也乱七八糟的 但是人家各种前后检查 用那个电笔去那个 去测 测完之后 这车挺好的 我说是挺好的 但是这不是又是 小了吗 也老了 想换一个 然后最后这辆车 被评估为一万三 我昨天也到 第二家4S店 也评估过 他给一万块钱 同一个牌子 不同家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 跟那什么有关系 跟你真要卖 跟你询价 跟你真要买 和你询价是不一样的 询价 这家不行 我换那家 这家不行 我换那家 然后呢 这个品牌不行 我换那个品牌 但是我现在就是认准了 这个品牌 这辆车 这个型号 另外就是这个颜色 什么都看好了 就奔着这车来的 我就是要下定了 人家也会给你 七十卡卡 放到最低的优惠 我觉得这是一个 老4S店 大4S店的一个认知吧 这种用户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 我也不会放过 太多的插架空间 总之差不多就行 我心理预期就是 昨天那小伙还问我 就是第一家4S店 他说哥 你给我一个心理 一个数 我说啊 把你那个装饰的钱 先砍掉 然后呢 再便宜点 然后争取在 三十个以内落地 他说这个肯定给不了 但是今天就给了 那家给了 差了七千块钱 因为还多了几次 保养 为什么不等六月份购买 剩下这五十台到 别说到六月份 估计四月份 可能就没了 我知道虽然 缆巡这款车 卖的不多 受众不多 因为它是个大五座 咱们国人更喜欢 这么大的车 喜欢七座 更实用 所以说选的五座的人 首先就不多 第二个呢 它这个价格 也不算太便宜了 你想五座车图观 才多少钱 二十万 它不像吗 对吧 一样的发动机 还可以用低功率 也可以用高功率 所以说买这车的人不多 第二 就算买了这车 选这个青山灰的 那个傻的人也不多 必须你得到4S店看了 并且觉得还可以的人 才能下定决心买 首先这个颜色没问题 这个车型车款都没问题 配置也没问题 我都研究的透透的了 唯独就是这个 巡游和首发 因为首发版的配置 用了一个巡游版的价格 那里外里又便宜 一万块钱 因为这四个东西 都是我想要的 它曼卡顿的音响 后排隐私玻璃 大龙骨 还有360 甚至有的 那个360响后加都加不了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个机会 就算六月份买 如果能便宜一个 一万块钱 比如说它又回到三万五 那我觉得 也平衡啊 心里啊 那时候 可能就真的没有首发版了 首发版就一千台 一千台 十一月份卖到现在 我估计是去年十一月份 十月份产的 四个月一千台卖不出去嘛 所以说就算六月份 它降价 降了 或者购入支税补贴 降了一万块钱 我心里觉得是平衡的 如果降两万块钱 那我认栽一万 如果再能降三万块钱 我认栽两万 就算早买早享受了 不管了 买了就不怎么关心了 好好开吧 那我这个车 现在这个车 十一年前买的 十三万 现在变成一万三 那我上哪说理解 对不对 买车不就开了吗 但至少说 它提供给我方便了 对不对 就关于这张车 回头我得做个总结 有很多可说的 很有意思的东西 好 就到这